8月1号黄宗泽 陈丽湘狗云会吴谦宇出席某活动 身材日渐风雨的狗云会大方露背 一身坠肉暴露无遗 被另外两位女星的好身材横甩几条件 此次也是自黄宗泽与陈丽湘被周刊爆出碑文后首次同台 不过两人表现却相当大方 直言直视兄妹关系 不过两人之间频频的眉目互动 让大家更加忍不住猜疑 其实我没有什么好回应啊 我觉得就搞笑 大家看完笑一笑就可以了 因为我觉得我跟她是好朋友 我们拍戏熟了 现在很熟 我们成了好朋友 但没有杂志说的那种 什么什么我抱她那种 没有 但我们之间是好兄弟我可以说 或者说好姐妹 她在我心中真的有点像小妹妹 真的 因为她 你就是喜欢我的姐妹 哦 对 对 同意 同意 就是她 因为我们拍戏当中 我觉得她是 一个挺好玩的小妹妹 近来有报道称 狗云会今年相继被郑家隐 国富城凉烈为狠甩 因此情绪失控 内分泌失调 导致如今身形臃肿 我觉得这次北闻这东西看完就笑一下就没有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不是 就是一个一个工作上面的女性 不是真的 所以我跟伟伟也是兄妹这样子的关系咯 女星天价陪富豪饭局在娱乐圈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近来有嫩魔爆香港女星饭局价 躺腔的狗云会被指饭局价高达150万元 狗云会尴尬回应此传闻 坚决表示从未收到此类邀约 我觉得这个新闻有点无聊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是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饭局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听完之后 我也是觉得很好笑 圈里面有没有不知道 但是在我身上就没有发现过 看来以后不仅小姐同志 校长干爹这些敏感词不能随便用 对于女星而言 连饭局也要谨慎使用 不然一不小心就会产生歧异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